昨天发生了 一会一起喝一杯吧 经理 先生 你能让我看看这瓶酒吗 怎么了 有问题吗 这 这瓶酒是 是1945年的罗曼尼康迪 经理 看你的神色 这酒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这酒叫罗曼尼康迪 1945年的全国只有6瓶 在2012年的一场拍卖会上 一瓶1950年生产的 罗曼尼康迪葡萄酒 当时被拍出了880万的天价 刷新了咱们过 酒类的成交记录 而这瓶是1945年生产的 虽然表面上是相差了5年 但是这价格最起码翻上一般 单单是这个酒瓶 最少价值百万 这么说吧 只要你放出话来要出售这瓶酒 那么不出半天时间 这里肯定会富豪云集 怎么样先生 你可有意出售这瓶酒 我集团愿意出售1500万 将这瓶酒买下 过去一瓶酒1500万 不好意思 这瓶酒是我稍后要喝的 我并没有要出售的意思 不过要劳烦你帮忙打开醒一下 那个 你 你不考虑卖掉吗 我们喝点饮料就好了 反正我也不太喜欢喝酒的 帮我打开吧 谢谢 来尝尝这酒怎么样 看着面前这一杯就价值百万的酒 小团团早就已经吓傻了 贫穷限制了他的想象 有那么一瞬间 他真想把这瓶酒卖掉 这样起码自己可以买套房子 来吧经理 也分给你一杯尝一下 我的天啊 大佬也太大方了吧 这一杯酒就是二两 满打满散也就能到五杯 一瓶酒是1500万 这一杯就是300万 不不不 我怎么能喝先生这么珍贵的酒呢 这样 要是先生不嫌弃 这杯酒我愿意买下来 你看怎么样 真废话 我不卖 要是喝 就拿一个酒杯 不喝就离开这里 好 那我就不再推让了 谢谢叶先生了 那个服务员 帮我们拿一瓶雪碧来 来尝尝这次好喝点了没 之前我们同学聚会 喝红酒都是对雪碧喝的 这样不辣嗓的 我的妈 1500万的罗曼尼康迪 你对雪碧喝 要不要这么残暴啊 叶先生 请留步 我想和叶先生交个朋友 这是我们酒店的暂时会员卡 你以后到我们这里消费 都能享受最珍贵的至尊服务 希望您能收下 还有这好事 那我收下 还有 咱们酒店是有客房的 最顶楼的总统套房 我已经替叶先生开好了 我敲 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不过这大半夜的 自己总不能带着 这么个醉酒的女人回家吧 不行就先把这女人 丢酒店里住一晚吧 那就又麻烦你了张经理 叶先生 你客气了 跟你这三百万的葡萄酒比起来 还是我占了大便宜 系统 你知道不知道 这个小团团具体情况 系统 你真厉害 这小团团原来是全新的 昨天发生了 行了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那以后就跟着我吧 你放心 跟着我 保证让你吃香的喝辣的 裤茶子都穿最大的 嗯 这不是昨天那个保安吗 给点消费吧 我钱包里就三十块钱 这你把钱包都掏出来了 自己就给三十 也对不起哥们这牛牛的身份了 兄弟你是用信息还是宝宝 信息还是宝宝啥意思 把你的手机收款打开 信息收款五千元 先生先生 你这是干什么 没什么 看着你顺眼 这是给你的小费 小费 这可是我两个月的工资啊 太土豪了 女士您好 你的外卖 这个小哥哥好帅 好友情啊 你看起来不像是我们国家的人 嗯 我是中俄混血 我妈妈是俄罗斯人 我的中文名叫雪梨 你呢 我叫叶松 英文名 Bad Boy Bad Boy 你真的好幽默 雪梨 记得帮忙给个五星好评 我先走了 哎 别着急走嘛 嗯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我卧室的灯泡有时候忽明忽暗的 爸妈都去旅游了 你能帮我修一下吗 这个没问题 我一定帮你修好 不愧是Bad Boy 你可真是够坏的 我们以后还能再见面吗 当然 我就住你隔壁一号别墅 以后我们可以常来往多走 我们改天见 他住一号别墅 我的天啊 那可是顶级豪宅 没想到来我家送外卖的帅哥 居然是一号别墅的主人 就是老天给我的成人礼 送来的礼物吗 恭喜宿主完成一次特殊外卖 奖励Kachi安全公司51%股份 安全公司是什么玩意 Kachi安全公司是世界十大保镖公司之一 公司在全球近一百多个国家设有办事处 夜搜夜搜 怎么了团团 有事吗 前段时间我直播一个榜一大哥看上了我 想跟我谈朋友 我没答应 然后就开始不断的骚扰 给我送花送吃的 现在居然开始跟踪我了 这几天他一直派人在我家楼下晃悠 堵在我家门口呢 我马上过去 好 夜搜你最好多找几个人来 他们人多怕你有危险 放心 我有分寸 刚刚奖励了一个安全公司 这不正好有机会试试效果吗 我没了 我没了 我没了